很多网友问这个问题 最主要还是对我们医疗体系的不了解 其实在隔离区查房 我只是华山医院的隔离区了 其实在这之前 在华山医院的隔离区 我的岗位还不在这里 因为我的工作地点是更远的地方 就是上海市的隔离的救治点 城城北京的小摊商 上海市公共卫生中心 其实我一直在那里 但是为什么过了节以后呢 其实我整个大年三十都在那边救治病人 因为上海已经受了几十例病人了 有非常危重的病人 那天早上大概救治到凌晨吧 我六点钟 然后再赶到内蒙古去 随国家卫经委去考察内蒙古的事 所以我那段时间的工作地点 一直在上海市公共卫生的救治点 那里的病人更多 更重 每天在那里查法 但那这里怎么会讲到这边 我第一次去那个这边查法呢 一个星期一到两次的 因为这里不需要我查法 我都在公共卫生中心 在那里查法 但是那天来了以后我发觉 经过过年前到年后 我是年后过去嘛 医生已经是非常疲劳了 就是说连续的作战 在过年前一直到这个大年后来出山出事 就最近了 就非常的非常的劳累 而且最主要的一个是什么问题呢 因为在我们在救治点 我在那边 那边是个负压病房 有非常好的保护 你知道 负压的病房 而且是最好的保护 所以上海市的公共卫生中心 领导中心 是有这世界上 最一流的负压的一个病房 所以我医生在那里 是有风险 但是受到的保护也是最好的 但反过来 现在我们现在所有的综合性医院 我们的保护措施 当然也很好 但是毕竟不在负压体系里面 所以医生多少会有一些 担心和恐惧 而且都是年轻的医生 其实他们也不是自己恐惧 其实我很了解这些医生 他们很多是家里都有小孩 你知道 谁家没小孩 家里都有老人 都有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面 我虽然在那边停停查房 但这边我必须做 做一个带头 所以在那一天 我跟我们科士的另外一个年纪 也是蛮高的一个副主任 张静明教授 我们就轮流 就是先是我头一天 第二天就是他 我们就带下面医生护士长 我们一起进去查房 所以这样查房呢 事实上是一个姿态 事实上在我们 附属化身医院 我们的条件也很好 除了没有负压以外 我们隔离了很多疑似病人 疑似病人当中 很多也是确诊的 所以在确诊之前 它风险其实很高 对吧 但是我们的一个病毒的密度 没有我在经商搞 因为经商 那边是我们治疗隔离点 几十个病人都在一起 很多气管切开的 都是插管的 它的都是流到 整个空气里的 它的密度很高 当肩反肩 但那里有负压 这边没有负压 但是病人数量要少 确诊的病人适有 但是整体上风险要 空气里的病毒量要小 风险要小 所以我们如果是 在这里穿好 足够的防护 我们一般采用二级防护 基本上也是没风险的 但是你不是说 一点风险都没有 因为你稍微一个防护不好 你就会暴露了以后 你就会有感染的风险 然后就带回家 所以在这个时候 我们主任就要带头 来做这个事 这个事 你领导主任如果不做 年纪轻的人去做 大家都是医生 为什么风险 只是年纪轻的医生冒呢 所以这个也是 我跟我们的整个的 科室的几个领导小组 大家一起做的决定 所以也不单单 我们进去查房 原来我们在这里的查房 有组织 有病房的教室就可以了 我们是作为总的大科的主任 我们就大家一起进去 大家也觉得都挺好 那么现在 现在一个换岗的一个是 哪些人换上去 会不会不科学 大家觉得 有人在说了 你现在把它换岗 是不是把那些 换下来的都是水平很高的 换上去都是水平很差的 因为他们太不了解我们花山院了 花山院的橄榄课在国内 其实是名气是非常响的 名气非常响 而且我们的规模很大 我们的现在总部的院 其实是作为定点医院 我们还有几个分院 各个分院遍布在上海 有东院 有西院 还有北院 北院跟我们一起 在做定点医院 所以这换岗 我们第一步就是 要把其他的院区 没有在这里轮赶的 这些医生 全部都要换下来 其实他们的水平 都是一样的 平时本来就是定期 我们几个院区换岗的 但这次要集中的换岗 集中换岗 但是还有一点就是 大家还是心怀恐惧 所以这个时候 大家也知道 网络上提到了 所谓的共产党员的这种说法 引起网络很多的议论 对不对 事实上今天我其实 不是很想谈论这个问题 只是在这种非常时期 我们大家要有一种默契 这种默契什么呢 就是我们只有 什么样的命令 我们肯定是可以下的 你不能随便的交给医生 你一定要做 你这是你医生的职责 我说没错 但是要人家心服口服 怎么办呢 因为我自己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 我在这里也不会 就是大家当时都讲好的 你录担的时候不是讲好的 那么就按照大家讲好的办 因为从来没有讲好过 在这种高风险的时候 谁应该上 谁应该不上 对吧 只有共产党员 这件事情大家讲好的 其实我没有给大家讲 很高的胆性 只是大家都 按照大家讲好的事情去做 就OK了 录担的时候讲好了 有风险的时候 大家先上 那么这个时候就很简单 并不是说 特别高尚 什么什么 我觉得这个都不至于 其实其他的医生 也非常高尚 其他的医生都非常好 也非常棒 但在这个时间 你要毫不犹豫地进去 而且没有任何的 推脱理由的 你也只有这个理由了 如果没有这个理由 你给我找一个理由 给他很多钱 大家都要孩子的 谁先上 谁不先上 你说怎么排 抓揪 没有办法 所以我这个是 找了一个办法 这办法就是 按最重要的一个 契约的说法 讲好了 录担的时候 大家都讲好了 我们按这个 讲定的办 我也是工作单元 大家也都是 我们在一起上 大家觉得很好 我这样一弄的话 实际上大家 整个科词 其他的不是单元 大家都很清楚 就是说 在医生这个职业里面 大家其实都是一样的 无论是单元 或者非单元 你作为医生的本身 在需要的时候 其实他都会冲上去的 但在这个关键的时候 我们怎么样 让大家更具有一点 就是没有争议的 大家一起上去 所以这个范围 我也知道 引起网络 现在很多的热议 其实 点击的人很多 事实上对我造成 很大的困扰 我现在实际上 时间很少 你理解吧 就是我们 反应的任务很重 你一下子 这么多人关注了 事实上对我 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所以我 我现在觉得 你如果要关注 我个人觉得 更多的关注 犯在武汉的一线的医生 他们一定比我更累 那我怎么知道呢 因为我们医生派过去了 我们医生都在那边 去换港 武汉的医生 你想想看 人家工作了多久了 一个多月了 病床都不够 很拥挤 防护设施也不够 医生非常劳累 对不对 我们都很清楚 所以你说上来医生 去干什么 是人家医生水平不够吗 哪里 人家医生水平很高的 但是一个多月的连续作战 谁都会很劳累 非常劳累 所以我们上来医生 去换港 所以你说的换港 就是这概念 换港以后我们发觉 他们现在的 因为病人太多 我们新的两个医院 还没建起来 大家都知道 火神山雷神山医院 是吧 要最终的床位 会打到一万三千张 所有的 服汗的都加起来 所以他们告诉我 那边的条件 其实还是非常的艰苦 所以你说现在 一个关注 你说应该关注谁 所以我自己觉得 大家不要 就是 我今天在这里 也给广大的网友来解读 不要过分的解读 这种事情 你如果要关注 我觉得应该去 花点时间去关注一下 武汉的医生 我觉得他们才是真的英雄 我在这里 只不过找过一个捷径 捷径就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 契约精神 大家都讲好的 我们在路南的时候 包括我自己都讲好的 我们还讲好的半路 你认为这个事情 他们觉得很奇怪 我也觉得很奇怪 你们为什么觉得奇怪呢 你们为什么觉得奇怪 我觉得很奇怪 大家讲好的事情 我大家按 讲好的事情来办 今天我们 医院又开会 来常规的交班 看到很多 不是工作党员的都没走 我说你们怎么不走 不是叫你们早点走 他说 你这个嘛 说一说工作党员 事实上我们在这个岗位里面 大家都是一起做的 所以大家也都没有走 所以我是觉得 党员和非党员 在医生这个职责前面 没有区分的 那我为什么现在安排 所谓的共产党与现场 最主要的原因 还是基于一个契约精神 大家都讲好的 我们危险从来前面 大家就比较容易达成共识 在排班 在很短的时间内 我们可以把班给排好 这个我的科室要运作下去 你知道 所以大家不要解读 觉得好像我这个主任 好像了不起一样的 没有的 我就是排班排不下去了 我把班排排好 方便一点 精神而已 所以大家不要过分解读 你如果要去关注的 我个人觉得 我个人觉得 去关注一些 武汉的医生 我们自己科室医生 也有在武汉 在武汉的现在的 最早的定点医院 经营谈医院 我觉得非常值得 大家去关注 如果你的网友觉得 自己也是很牛的 很有很多话要说的 你有本事你进去 我们就有医生进去了 偷渡进去的 我们医生 怎么偷渡进去的 你知道吧 一个武汉的医生 非常了不起 武汉的医生 协和医院的 武汉协和医院 你看到武汉这个样子的 你应该 不要进去了 对吧 他在我这里 进修的 在上海没有安全了 你再怎么 你不如武汉风险大 你说是吧 他自己 武汉进不去了 他还开始想 偷偷地 随着我们的医疗队 登上我们的飞机进去 我说你现在 以为我是在非洲 你就登上我的登陆 就进去了 在上海 我们进去的 每一个人都有名单 我给他讲 后来你猜他怎么走 他就偷偷地自己 先跑到武汉 邻近的城市 湖南 然后再叫那个 第一次 跑到那个 湖南湖北的交界 再越过这个交界 再叫两车 再回到武汉 他说我要跟 我的 其他的同事 一起战斗 武汉的 他的协和医院的 同事一起战斗 离开最危险的地方 最安全的 至少我们上海 我认为是很安全的 我告诉你 他要跑到最危险的地方 我没有问他 是不是共产党员 但是我至少告诉你 这一句话 这一刻他回去 肯定不是因为 是党员不是党员 而是基于一个 医生的职责 我觉得这一点 我觉得是 我们换赶的 这个事情的一个本质 他觉得他要去换赶 协和的这些人 工作了这么久了 一个多月了 这么劳累 没有人换赶 他怎么可以待在上海呢 你说这个是 跟是不是党员有关系 我认为没有关系 只不过在 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场合里面 我们对于一个 就是我们每一种人 都有一个契约精神 我觉得很重要 我们所有的党员 一开始讲好的 现在就去做 其实仅此而已 大家不要做太多的 高大上的解释 我觉得那个意义 也不是太大 你看好吧 好 好 谢谢 可能有的网友呢 现在是刚刚点击开来 进入我们的直播 在这儿也给大家 做一个介绍 我是中央广播电视 总台的央视新闻的 记者陈文 在这儿呢 是我们央视 在前方上海的一个演播室 今天我们在现场呢 请到的一个访谈的嘉宾呢 是上海医疗救治专家组的组长 张文宏教授 同时呢 他也是复旦大学 华山医院感染科的主任 那今天呢 其实除了刚才您谈到的 这些问题啊 网友也很关注啊 就是替换下来的 第一批的这个医护人员 有没有隔离 他们接下来 会不会有一个 自我隔离的 这样一个过程 那么第二批的这个 医护人员 他们大概会工作 多长一个时间 是这样的 我呢 现在很多时间也会 在上海市公共卫生中心 就是上海的 所谓的小餐餐 那里三方 我们按规定的做法呢 在那边呢 就是每一批人进去 工作两个星期 然后呢 就开始下来 下来但是要隔离 就是特殊的 就是在附加病房 那边的一个 旁边的一个隔离区 去隔离 再隔离两个星期 然后他就可以出来 出来要先回去休息 真的回去 真的休息 然后再重新的 再有一个 有点新的换港 然后我们上海市 也有很多医生会去资源 那个公共卫生中心的 像华山医院 除了我自己在那里 我会派医生再过去资源 资源的医生在那里 要待一个星期 你看我们上海 基本上上海市的 那个危机委 危机委还是考虑到 医生的精神和体力的 一个情况 工作一个星期 再隔离两个星期 然后回来 回来我一般会再放假 再放两个星期 基本上是这样的 但是大家的 但是大家的疑惑在哪里 现在全国做到 像这样的一个 换港 做不到的 第一个做不到的 我就问你 武汉的医生做到吗 做不到 工作到现在了 现在有多少个医院 现在已经实施换港了呢 病房都没有 病人可能还住不进去 有时候的 因为现在新的病房没建起来 医生换港 除非上海北京 医生再进去 但医生现在都刚刚进去 是不是 我们不能保证 每一个医生都换港 然后我们换港的医生 他们到底能不能得到 很多的休整 现在都不好讲 所以现在最最厉害的 一个所谓的自我隔离 我认为 武汉的这一批医生 真的是很辛苦 但是我们这一批 如果上海的医生怎么办 我今天下午也在讲了 其实我们没有这么辛苦 我们有一个自我隔离的 但是我们这个隔离 还是比较宽松的一个自我隔离 什么意思呢 因为在我这边的一个 综合性医院的隔离区 病毒没这么多 它病毒的密度没这么强 我们又充足的通风 如果你做了一个 充分的二级防护的话 你是可以隔离 也可以不隔离 但是我一般给他们 提供一个隔离的区域 就是说有医院的宿舍 提供给他 他可以在这里 待一个星期 因为他感染的风险 基本上没有 那么这一个星期里面 我是允许你出来的 但是你不隔离 你回去我也没意见 所以是一个比较宽松的 但事实上我今天也问过 全国各地其他的感染科的 很多主任都打电话给我 他说张主任 你这边怎么隔离的 我说工卫中心是这么隔离的 他说这个肯定做不到 那你华山医院怎么隔离的 我说这要看你的防护 你的医院的防护是非常好的 防护的装备是非常厉害的 整个病房的通风是非常好的 你可以采取比较宽松的 有弹性的一个隔离 否则的话 你轮班一轮 很多医院人就没有了 所以像这次呢 我觉得一个第一批上来的 一个自我隔离的过程 基本上是在华山 跟我们那边还有不同 那你说再一次怎么换港 我们一般现在就是 如果工作量是可以的 我们就两个星期 到一个月换一次 但是如果工作量很大 我们可能就是规定好 就是每个人做一份两个星期 两个星期就换下来 所以在我们这里 现在的换港 这必上去 说句实话 我也开始说 那个换港共产党员新长 但是我这样一讲 很多的不是共产党员的意见很大 到最后大家都上来现在 现在根本就没有分 我今天一看在做病房的那些 好多都不是共产党员 他们说在我们这里 这个硬的去区分 没有意思 因为只要有人上了 大家都觉得 这个是大家应该的 这个算什么 这就是职责 所以这样人缘 我就比较充分 我一到两个星期 我这四个星期 我就换一瓶 然后隔离 我也是比较宽 比较什么呢 不是一个硬性规定 你要隔离两周 如果硬性规定 在我们这边隔离两周 就没人干活了 我还要支援武汉 我要去支援 我们上海的小摊商 我这边在隔离 我还有这么多院区 我这个日子就没法过了 所以我是觉得 关于换港自我隔离 换港以后的自我隔离 每个医院 一定要根据自己的 防护的措施 你如果你的防护措施 不到位的 对不起 你一定要隔离 风险会极大 第二个 如果你这里的确诊病人 是很多的 对不起 你要隔离 所以我给大家这个建议 应该好不好 我看您今天 感到我们这也是 风尘仆仆的 而且看起来挺疲惫的 戴着口罩 黑眼圈也更加浓郁了 其实是想问一下 就是您的一天 是怎么度过的 因为这段时间 确实比较忙 实际上 说句实话 我自己都搞不清楚 现在一天还是两天 有时候 因为很多事情 都压在这里 就是基本上 也没有计划 都是跟着 跟着那个 就是应激的状态来做 所以这个其实 也不这么正常 所以从过年前 到现在为止 其实基本上就是 大部分时间 都在医院做渡过 当中海 加了两件事 两件事 就是国家卫经委 现在对全体 中国的一个防护 他还是基本上 他还是非常的关注 非常关注的话 我们作为国家的一个 督导组的专家 所以我们 当中海去了两次 内蒙古 跟河南 去看当地的一个防控的工作 当然收获很大 也不是今天讲的重点 但是这些事情放在一起 上海市我们查访 我们公共卫生中心的查访 还有我们华商有时候也查访 然后专家组 开会 跟对卫经委的领导 还有上海市政府的领导 提建议 然后再研判疫情 和就职的情况 不断地进行 适合我们本地区的一个 疫情的一个策略 这些都是我们要做的事情 现在比较麻烦的是什么呢 昨天那个视频弄好了以后 我的时间都被剥夺了 所以从今天起 或许说话 也就是你这个都是约好的 其实很多媒体 我基本上都是全部不接受 因为我这边工作非常烦 我主要的工作还是 现在一个就职 第二研判疫情 跟上海市专家 我们大家一起 根据现在复杂的 一个疫情变化 我们要做出随之而变的 防疫的一个策略 要进行精准的防疫 这个是我现在重中之重 所以像媒体 你整天来采访 那我自己到最后搞不清楚了 我到底是做什么的 所以基本上是我现在是定好了 就几个 你们因为几个大的媒体 我也没办法 你觉得现在就是在 您也反复提到 就是会去到这个工卫中心 您觉得在这个一线的 救助的过程当中 对于医生来说 或者说对于您来说 您觉得最棘手的问题是什么 现在棘手的问题 我现在明确的跟你讲 现在最棘手的问题 现在还是人力 现在人力严重的不足 因为无论是上海 还是外地 我跟你说 现在在你这个网络里面 就没有外地了 就是全国 全国最缺的是人 在我们上海还稍微好一点 但是我们还是觉得其缺 就是我们现在都是上海市中山医院 当然我们华山医院 中山医院 内经医院 上海市第一个人 我们都在资源工卫 就是第二个呢 他们自己有一批人 还有上海的现在病人 对吧 也就一百多 我们弄一些出院了 现在一百还不到一点 但就这样的吧 你想想看一百多这样的人 有些变成重症的 还有插管 事实上人力是其缺的 这是第一 第二呢 就是防护的一个设备 你是不是跟得上 其实据我所知 很多医院跟不上 上海还算可以的 上海还算不算太差 但是事实上各大医院都是缺的 所以你说怎么办 也就是说 现在我们最缺的是什么呢 我觉得一个人力 人力就是我们常态化的医院 对于这个传染病 感染病这个学科的储备 现在看起来 将来还需要加强的 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 现在的一个防护的措施 我现在觉得需要 政府来统一的调配 要非常充足 我们上海的各个单位 自己还算可以 华山医院 我们自己还算 医院的领导 他还是动作了自己的脑筋 因为现在货都买光了 所以这个也是最缺的 我不知道下一阶段怎么办 但是这不是我 能做的 我只能提要求 但是能不能做 事实上到最后 是怎么做 这都不是我的职责范围内 但是我就告诉大家 这两点 一个是缺人 第二个是反复的用品 这两点我认为是至关重要的 所以我也看到 在大街马路上 很多人戴着N95口罩 我觉得有什么必要呢 所以我今天跟你 坐在这里采访 就戴我们这个口罩 外壳口罩就足够了 这种外壳口罩 可以急一急地生产了 你知道吧 全国人民戴这个口罩就可以了 你看他们摄影的兄弟 戴的是N95 这个就不需要了 这个就可以医生用了 所以我是觉得 像这种的所谓的防护 大家一定要搞清楚 我现在看在马路上很多 各种维持治安啊什么 当然他们工作也很重要 但是你不需要 我们一般的防护 戴这种外壳口罩 足够足够了 所以不是 我N95口罩很多的 我在 我随便可以拿来 但是我今天用了一个 N95口罩 我的临床团队 就少用了一个了 所以一般我跟你讲话 这种就完全够了 所以你就缺什么 缺什么 缺防护设备 这两个是很关键 感谢张教授 同时也给我们做了一个 防护知识的普及 也就是说 其实口罩是 它也是分不同的等级的 然后在不同的环境当中 可能我们要 第一个是要节约 第二个呢 也要合理的来配 对对对 没错没错 您讲的一定没错 然后此前呢 您也曾表示过 就是再过几天的时间 也就要迎来元宵节了 对没错 然后之前呢 您说这个元宵节的前后 将是控制疫情发展的 这样一个关键的节点 那现在您还支持这样一个观点吗 这个元宵这个点呢 实在是太重要了 大家你想想看 元宵是正月十五是吧 你算一下时间点 今天的大年月是24号是吧 对 是元宵算起来时间 应该是2月8号 对 是不是 也就是说 2月23号是什么 是我们整个把武汉 进行一个交通管制的时间 是不是 所以武汉进行了交通管制 把这个城市进行了一个 停顿下来的一个动作 对吧 你说为什么要把城市给停顿下来 事实上是 这是做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物理隔离 就是 传染病也好 肝染性疾病也好 事实上在里面没有秘密的 这个就是说有病毒或者细菌 人跟人之间的传播 但是我跟你现在都没有接触了 你说我怎么给传播给你呢 所以在这里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 城市和城市隔开 特别是大家跟 现在发病率很高的城市隔开 然后在这个城市里面 大家要网格化地隔开 隔开以后呢 有些人已经生病了 你就到医院去 是吧 但是有些人 还没有生病的 它一般有最长两个礼拜的 一个潜伏期 如果把这两个礼拜的潜伏期 我们充分地把人员都给发现了 那么你想想看 是不是把发病的人都在一起 进行隔离治疗了 那社会上不就是没有传染源了吗 那就好了 所以这个两个星期的是什么呢 非常关键的 就是你是不是找到充足的 充分地最大程度地找到这些生病的人 因为他按道理来讲 他应该是发出来了 那两个星期过了以后 原则上来讲 你如果前面的措施都是成功的 那是不是就不大有病人了 对吧 不大有病人在社会上流畅了 所以你说你上班的时间 应该选在几号呢 我很难去判断 其他城市的做法 但至少有一点 上海我记得李强书记 前两天给你们开会 也说了这一点的吧 不计成本 以把生命健康和繁益 翻在第一位是吧 他说这时候我不计成本 什么叫不计成本 我现在把国家的国定假日 在原来是2月几号 国家 2月3号4号我记得 2月3号要复工 2月3号要复工 那个 我们上海定下来 说 2月9号 他有个什么特殊的说法 现在不建议开工还是什么 有个说法 往后延迟15天 15天的吧 就到2月9号是吧 你看看正好跨过这个原乡是不是 所以这个时间节点是很重要 就是说就是为了给这个城市 留了非常充足的空间 在对我们进行一个反应 把有效的病人 发病的病人给发现 然后再进行一个隔离的一个治疗 那么你的效果就比较好 如果你这时间节点没到 有病人出来 那就风险就很高 但这里有很大的一个悖论在哪里呢 上海我们没有复工 但是其他外地的城市 它就开始 有私人的小企业或者什么 他们可能就开始复工了 所以这里还有一个实施的问题 那么可能不断地也有 开始向上海过来 所以我们上海就现在 也就非常依赖于 其他城市的防控 其他防止防得好 我们也舒服 防控的不好 我们会影响其他城市 那反过来上海防控的不好 也会影响他们 他们防控的不好 影响我们 所以但是我现在为止 我们是上海的医生 我也只能做上海的事情 所以我希望大家都好好的 晚点上班 隔离好 过了云霄 像中国的 中国的元宵过了 才是真正的过年过好了 是吧 这时候来上班 所以这个是非常关键 要把病人留住 那如果病人不留住 你会怎么样呢 那很显然 他在自己隔离期没有结束的时候 他已经感染了 他就出来了 出来你又不知道 他生病有时候症状不重 他就在这个过程当中 会感染很多的人 这个叫什么 二代病例 所以当你这个城市 流传了很多二代病例的时候 又没有发现 而且这些人又不是 这个时候说 我又不是来自武汉的咯 对吧 我已经回来了嘛 又不是来自武汉的 我在这里感染了二代病例 二代病例都是本地户籍的 他就到处走 三代病例 三代病例也不是武汉的 也是本地的户籍 如果不是武汉的 所在的医院和地区 他会去查 现在查我们主要是查 湖北来的 对吧 那如果有大量的二代病例 三代病例不是来追湖北的 你就查不到 查不到你怎么办呢 他就在整个上运蔓延 风险是不是极大 所以在疫情的控制 现在三月十五号 就是元宵 正月十五号 这个日期 这个点 非常关键的 我们要做足了工作 后面才会有好日子过 现在哪个地区 这个工作做不好 哪个地区 后面的日子 不会太好过 所以现在问题 已经不是在武汉 而是在武汉以外的 其他城市 武汉打见面仗 我们大家都进去 打得怎么样 我们最后要看 大家的战果如何 我尽力不去评论 因为我现在 没有在武汉的现场 但是武汉的医生 肯定是最最艰难的 你想想看 我们打的是什么仗 我们打的是保卫战呀 是吧 人家打的是大决战呀 你说哪个 哪个情绪 所以从整体上来讲 我们医生都很劳累 但现在最最劳累的 还是武汉的这些医生 还有包括我们上海 全国各地派进去的 那个资源的队伍 所以我们在这里 应该是对他们保持 表示最大的敬意 这也是为什么 大家把目光放在我身上 我觉得极度的不爽 你懂我意思 没必要 我也不需要关注 我把自己事情做好 所以关注医区的 最最辛苦的这些人 关注我们的医生 我们科室的徐彬医生 现在在武汉 在进一趟医院 这些人非常了不起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应该对他们 表示敬意 也希望广大的网友 今天如果在线上 多去关心他们 你们对他们的关心越多 他们得到的支持 就会越多 这是很显然的事情 是不是这样 然后呢 您之前也提到 就是您会经常的进出 这个位于金山的工卫中心 对 我们其实很多网友 也很关注 就是现在确诊以后 被集中的进行治疗 那么这个治疗的过程当中 您觉得有没有什么药 或者治疗方式 是相对来说有效果的 另外呢 我们也知道您是参与了 17年前这个非典的这样一场战役 就当时呢 非典是给大家 有个治愈的病人 是留下了一些后遗症的 对的 没错 那么我们这一次治愈出院的病人 会不会有 会不会有后遗症 我们现在跟17年前 事实上有很大的进步 但是呢 还有些东西呢 现在我们是 现在没有改变 很大的进步是什么呢 就是说比17年前 我们今天的一个治疗方案 在呼吸系统的支持方面 我们的设备比以前要先进很多 所以整个上海 还有北京 这些大的城市 整体的死亡率 病死率 因为这个病死掉的这个率 现在一下子比非典时候要降低了 那这里当然有两个原因 一个原因就是 这个疾病本身没有非典 那时候那么重 是吧 第二个就是我们就职的水平提高了 所以这个疾病 现在跟非典前面 因为我们现在上海 现在有一百例病人 在我那里 现在还有几个是今天晚上要过去 整体上来讲 这一次重症的病人 上海的比例不是太多 现在算起来 也就10%到15%是重的 到目前为止 100多个人死亡 病死的人数是一个人 当然我现在 整个疫情没有结束 我不能告诉你 就只有这一个病人 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是吧 但是至少 仗义达到这个份上 我的一个死亡率 你现在不能拿武汉的硕士 武汉的病死率 跟外地病死率 没有可比性 你觉得很奇怪 大家都是一样的人 一生一样的病 为什么没有可比性呢 就是因为 武汉现在这个阶段 它治疗的病人当中 很多轻的病人 他还住不进去 因为轻的医院还没造起来 住进去的都是特别重的 所以他的死亡率会 病死率会更加高一点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那边的医疗设备 现在一下子出来这么多病人 医疗设备就不够了 所以他对呼吸系统的支持 可能有时候人就需要 那么一个星期 两个星期的撑下去 人活一口气 是不是 所以只要需要 一个星期两个星期 支撑下去 他可能可以活过来 但是如果支撑系统上不去 他可能就不一定活得过来 所以病死率的差异 大家不要觉得 好像武汉的医生水平很低 不是的 武汉的医生水平很高的 那里的武汉协和 武汉同济 都是全国一流的医院 但是现在问题说 医疗资源够不够 床位够不够 收治的病人重不重 这些都是核心的 但是从一个整体的情况来看 这个病 现在的一个严重等处 比SARS 不是一个等级 我认为应该至少差一个等级 SARS的时候 50%病人可能都重症 30%的病人可能是要死掉 对吧 但现在我们的一个比例 都是放在那里 我们经过很好的救治 所以很多病人都出院了 所以你也问到一个很好的问题 这病人出院以后 会不会是像SARS以前的 骨头端 长期用激素 对吧 我明确告诉你 这一次的病人 我不需要用大激烂的激素 所以一般在我们这边 用的病人都是小激烂激素 因为一开始的激素 激烂都是我定的 我拍的版 这个激素的激烂跟SARS的时候 只有它的几分之一呢 我告诉你 只有它的十分之一 五分之一到十分之一的激烂 而且疗程很短 一般只有三到十天就结束了 所以像这样一个激烂的一个 使用的过程 它怎么会有后遗症呢 所以我们几个病人 激素都不用的 像现在已经出院的五个病人 它就是清症的嘛 钓水都没钓 就吃口服的药就可以了 就出去了 那你说你怎么这么狠心的 钓水也不给人家钓 不需要钓 而且就是就吃一些口服的药片 那你肯定会很关心 像有没有特效药 像特效药网络上 也有很多都在报道 在公共卫生中心 我们也会用一些 艾滋病的抗病毒药 因为据说有效 这些病人也都用的 那么到底效果如何 这个我们要等 这次疫情全部结束以后 我们要分析 用的不用的病人 差异在哪里 这个差异性出来了 我们对这个药物的疗效 评价就出来了 所以这次的一个治疗 整体上来讲 跟2003年SARS 我认为有一个极大的进步 但是唯一不变的是 我们还是没有特效的药物 所以现在来讲 预防就很重要 所以这也是这个疾病 和流感最大的区别 很多人就会告诉我 他说你为什么 这个病既然不是很重 那为什么像这样 大青小怪的 要把病人都隔离起来 集中收治呢 流感是有特效药物的 生病了 我特效药物吃上去 我就没事了 一个有特效药物的疾病 风情度要降低 这是很关键的 第二点 现在如果这个病 我把它放出来 你已经看到了 武汉一下子就会这么多病人 所有的人类 对它是没有免疫力的 这么多的病人都干了 都摁到医院里去 你可以想象一下 现在是什么情景 你可以不要去想象医院 你就想象一下银行 所有的在银行里存钱的人 都去银行去换钱 那就是挤兑 挤兑是不是很可怕 这个今天我们在武汉发生的事情 所以这个病毒现在 至少目前这个阶段 我们是不能把它放出来 这一点我们国家做的 现在目前这个策略 也是非常正确的 那什么时候有可能会 把它回归到医院 说就是散发了 病人不多了 我们有可能就是 可以采取这么种情况 我觉得也是未必不可以 但是现在我们谈论 这个事情维持过早 我们还是要建一个 就是隔离一个 集中治疗一个 这样比较好 然后呢 整个的福山大学附属 公共卫生领床中心 在那边 那边条件是非常好的 也感谢那边的 那个整个的领导团队 他们的专家团队 跟我们市的整个专家团 大家有非常好的 密切的合作 所以一般来说呢 病人都会得到 很好的抗护 我们觉得是有信心的 听您讲了这样的案例 我们还是确实增强了 不少的信心 但是也有网友啊 就是细心的做了一个比对 比如说到现在为止啊 就是确诊的病例 已经是超过了2003年 非典确诊的病例 没错没错 那对于这样一个数字的比较 您觉得能说明什么 这个 比较 太好了 没有比较 就不会发现差异 你一比较就发现 我前面给你比较了什么 病毒的重症程度 对吧 你现在给我比较什么 你给我比较传染性 你可以看出来 从这个角度来讲 是不是它的传播术力量 至少不弄于SARS吧 是不是 但是你说 为什么我不判断 它比SARS更加厉害呢 这是什么原因 为什么不判断 它比SARS更加厉害 是因为有很多 外在的因素干扰我们的比较 像我就问你 2003年有高铁吗 2003年有这么多航班吗 2003年中国的经济 有这么发达吗 有这么多打工的人在武汉吗 仅仅在大家再看 仅仅温州地区 某些一个县市 在武汉的人就要十几万 这些都是2003年 你不敢想象的 所以有这些 社会经济的因素 参加在里面 对我们对现在 对这个疾病的 一个传播系数 你很难去计算 我的团队做个计算的 我们基本上可以得出一个结论 它的传播能力 跟SARS比较接近 也是不低的一个传播的系数 这也就是为什么 国家现在要采取 极端的防控策略 像这种极端的防控策略 我们在03年都没有碰到过 对吧 但是这次你看 采取了 就是把武汉 战时性的交通管制 所以它的一个传播性 比较强 治病性相对来讲 比较弱 是它的特点 所以这也是给我们 下一步的整个防控 提了很高的要求 所以也在未来的 一个防控的过程当中 不单单在武汉 武汉以外的城市 我们仍然要做很多的工作 来制止它的蔓延 这是我今天也希望在这里 传达给广大的一个网友 就是说武汉的战斗非常激烈 我们希望在两个月内 能够大家很好的控制住 但是武汉以外的城市 多久的时间 现在确定不了 大家现在工作做得好 反控的好 时间短 如果反控的不好 有可能会打成一个 胶着的持久仗 这个请管大的网友 自己心里也要有数 那打得好不好 不就靠老百姓 靠整个医疗体系吗 老百姓不配合 这个仗打不好了 现在就是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 所以我希望大家都很清楚 目前的形势 希望大家都有一个美好的春天 只要在春天到来的时候 我们能够控制住 如果春天到来的时候 还控制不住 只能等待夏天 天气回暖以后 可能会略有改变 所以在这里 我还是很难 在这里做一个预测 所有的预测 都是受我们自己 决心有多大 配合的力度有多大而决定 谢谢你 您也提到了这个一个老百姓的 配合的力度 您觉得我们怎么样去做 能够更加地去帮助这场战役 取得一场完美的胜利 所以你这个提的就是 真的是非常重要 所以在当时在武汉 对吧 封城之前 事实上我在这里 我感觉到事实上 我实际决定的太参数了 你知道 所以事实上跟很多的民众 可能我个人觉得 可能没有做非常充分的沟通 和说服工作 所以会有一些病人会露出来 现在很多人不是都回来了吗 但是已经回来了以后呢 现在一步 现在到元宵还要短时间 我希望这些人都应该是 居家的在那里过年 然后这是一点 第二点呢 在这个城市的民众 现在我们还是要减少外出 让这个两个星期的时间 让这个病毒 自己生病的发出来 没有的也看一下 观察期 要把它过掉 那么在这个两个星期 过掉了以后 你肯定会问我 那大家都不要过日子了 日子总共要过吧 是吧 现在还没到了 什么不能过日子的地方 中月十五也好 两月九号也好 三号也好 很多人要返程了 是吧 返程又日子怎么过 我希望在 至少在我们上海 我希望现在病毒处是有限的 也就是说现在一百多个 后面两百多个 我觉得都能接受 三百多个也能接受 你觉得我们现在上海有多少人 三千万 就是包流动的人口在里面 三千万 我哪怕是三百个 也就十万分之一吧 十万分之一是 极地极地的比例 你知道吧 十万分人当中只有一个 你认为十万人当中 你跟这个人碰到的概率 你觉得很高吗 你认为我跟你今天 碰到的概率很高吗 所以今天晚上我们碰了以后 下次就基本上就不大碰了 因为我现在不大做媒体了 所以我跟你碰到的几率 也就非常偶然的 你跟下一次跟别人的几率 多少比率 你碰到这个人的概率 是万分之一 而且因为你的阶层固化 你这个阶层里面 很多身边的人跟你不是同一个层面的 我不讲高低 这不是大家活在不同的空间 你也碰不到他的 所以在这种概率 事实上是很低的 在这么低的概率下面 你再做一件事情就够了 在疫情没有过去的时候 世卫组织没有宣布中国已经都很好 中国自己还有不断的有散发病例出来的时候 你要做一件事情 就今天我跟你这样 碰面的时候 戴一个外壳口罩 简单的很薄的口罩 然后回家 第一件事情先洗手 把外面穿的衣服挂在门口的 换衣间或者门口的挂钩上面 进去 如果你再比较老道一点 本来都是晚上睡觉之前洗澡的 对吧 你就先洗个澡 那这个事情都做好 你升这个新型冠状病毒的概率 就基本上低到 低到了个飞机乘空浪 差不多了 你觉得我们有什么理由 现在不过正常的日子呢 我就问你一句 所以在这个对我们现在的 整个的医疗体系 有极大的挑战 就是我们是不是可以维持 几百例的这个病例数 如果这个历数过了几千例以后 那这个情况不一样了 几千例变成武汉了 那个事情完全不一样了 所以现在对整个的卫生系统体系 必须有非常清新的认识 这段时间加班不要怕累 不能怕累的 不管你共产党员不是共产党员 你现在怕累的后面日子更难过 跟共产党员不是共产党员有什么关系 没有关系 这个阶段所有的医务工作者 是不能怕累的 没办法 因为这时候如果我怕累了 后面我的日子更难过 除非我不做医生了 我的日子更难过 老百姓的日子更难过 大家都难过 大家不要提什么 你很高尚了 我不谈这个事情 那你都有数的 你说现在我吃点苦头 以后日子好过一点呢 现在妈妈糊糊的 糊里糊涂的 后面的日子很难过 你知道的呀 现在日子很难过的是哪里 是吧 这里我们都是很清楚 所以必须有清醒的认识 老百姓也是的 我们在一起在做件事情 这个事情我觉得一定要把它给做好 所以我们这里不谈别的 就谈一点 我们的日子还要不要过 要过 这时候大家一起奋斗一下 不过了那就算了 妈妈糊糊 就平时做事情 你也知道我们中国人有时候做事情 喜欢妈妈糊糊过 过出去就算了 是不是 不那么顶真的 这个时候务必顶真 做得到 我觉得好 但是我希望 我相信我们国家做得到 您前面也反复地提到 就是我们是在打保卫战 那武汉这样一个地方呢 是在打最后的大决战 大决战 对 然后呢 您也提到就是 其实跟武汉的医生比起来 他们会感觉 他们是更加的辛苦 那这不是一般的辛苦了 这个 我就想问一下 就是代表广大的网友问一下 就是我们的这个 在武汉的医生 他们面临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其实包括像您这样的 会去到像在这个 上海郊区的 工卫中心的医生 您觉得分成不同的两类的医生 他们面临最大的困难 以及最需要的关心是什么 我跟你说 现在在 在我们上海 我们现在的医院里的一个 治疗的一个 整治的一个条件和水平 实际上都还是 还算过得去的 唯一的就是我们辛苦 你知道吧 像我们 我们科室到现在为止 过年前面到现在为止 没有人休假的 哪有什么休假 没有了 全部来上班了 到武汉区的这个人 取消掉 日本的 旅游 旅游一半 他老婆后几天回来 他先回来 回来 直接去武汉了 所以 在我们这边还算可以的了 你知道真的不好的是 武汉的兄弟 他们 那边 现在人数还是不够 病人数还是很多 因为新的医院没有建起来 然后呢 现在这些进去的 中国进去的可能几千人 医生 还不能完全解决 给他们的换港的问题 再说 你也知道 现在不是 他们城市有 交通封锁以后 供给呢 吃的东西呢 冬天 取暖呢 那时候取暖不是有空调吗 那空调要 关房间的吧 你这里有空调开的 你家都把 把房间 窗子打开的 肯定要关注嘛 关注 没有负压 你知道风险有多高吗 所以你知道 我在那边 我们派的队员 给我们讲 他说张老师 到最后我们 我们再取决 做决定啊 要活着 还是要温暖 后来大家觉得 还是冷一点吧 所以就是为了 怎么样 把窗子打开 看到有媒体爆出来 就是有一些护士 有些医生 手指头都动得通红 所以我们现在 就愁了一批的暖宝宝 给他送去 我们医院 事情不知道的 你不去现场 你不知道 我以为他条件 应该是很好了 但是 但是现在发觉 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我们去机场拍摄 这个第二批出征的 这个医疗队员的时候 他们就反复在说 互相之间交代 说到底有没有代购 一个两样 我们都没有 意想到之外的 这个物资啊 一个是像你说的 暖宝宝 还有一个是要带尿布湿 那您觉得这是出于一个什么样的考虑 所以 就是 暖宝宝 我跟你说过了 你要活着 还是 要舒服 对吧 现在我们 我跟你在这里做节目 你很舒服吧 你觉得你很累的 春节在这里做节目 但是 至少我们一个 我们活着 第二个 我们现在很温暖 你说是不是 像我还有几位 跟美女一起做节目 你说是吧 但是你想想看 他们 你如果要温暖 你就得冒生命的危险 这是多大的挑战 这是一个 第二个 你想想看 就大了一个问题 我们穿防护服的 是不是 你穿了防护 二级防护 里面好几层的 穿好 严严实实的 你都知道像太空服一样的 对吧 这个层次是非常多的 非常繁琐 你要进去 好 你说我要小便 那你是不是出来 你把它脱掉 脱到这个服装就扔掉了 你知道吗 那你得再换一套 那我就问你 你家带几套 这个这样的服装 就进去 基本上这样 就是我的医生 发短信给我 张老师 我现在就是 进去前面 尽量不喝水 他的秘诀 就是尽量不喝水 你理解我意思吗 所以 一个人你不喝水 还不够啊 尿不湿 你看也不能 存在很多水分的 对吧 一个不喝水 第二个带个尿不湿 这个就是我们现在 医生在那里的性状 我自己觉得 是非常的艰难 所以现在 我在这里 最后再 呼唤一声 我今天在你这里 做完节目 就结束了 大家都上了 在广大的 网络前面的网友 昨天那个抖音呢 有点高 我记得 现在开始 我们就 大家就上了吧 大家要关注 我们把关注投到 武汉作战的 那些医务人员 上去 好不好 现在对我的关注 事实上 实则对我 造成了极大的困扰 好吧 我每天接的电话 我接好还是不接好的 我如果不接吧 是卫机委打来的 不接吧 是医院领导打来的 你电话都不接 现在网红了 你医院领导电话 还不接 你要不要活 你说是不是 所以现在的一点 我们把所有的目光 你需要把更多的精力 投向我们的 我要一线的 我的抗病 定我们上海的 反疫策略 做数据的分析 我今天下午 做一个下午 数据分析没做完 因为很多讲好的媒体 我也没办法 都是布置的任务 但是呢 今后的一个关注 我们如果给武汉 很多的关注 我相信 他们一定会拿到 更多的援助 这个是他们现在 继续的 我觉得 我觉得我们大家把掌声 应该送给 在武汉的这些战友 我觉得这是至晚关键 虽然我们也不好过 但我认为他们更难过 这是很显然的一件事情 这是第一个祝福 第二个祝福呢 我希望 这个这次疫情 打点过去 让我们所有的人 在 及时地 回归 正常的生活 我认为这个 对我们是至关重要的 一个好报 您前面讲到 就是武汉 特别需要我们 更多的关注和支持 那么从实际的角度来说 您觉得他们 最缺的是什么 我现在不好讲 但是我至少 我现在觉得 我自己觉得 武汉的他们医生的 现在已经太劳累了 因为我在群里 一直也给他们交流 但是最近的事情 可能稍微好一点点 但是估计 还是非常的疲惫 这个第二个的物资 还是缺乏 就是防护的物资 还是缺乏 所以我现在期待着 我们那两所新的医院 赶快造好 造好以后 病人进行分流 早点让武汉的这些医生 能够回归到正常的生活 已经一个多月了 只要是人 我自己觉得 都很难耐受 这么强大的风险 还有非常超负荷的体力 我是觉得 应该对他们点赞 我觉得 这个是我们应该给他们的 很重要的一个支持 我相信国家也看到了 现在习总数据都是自己 亲自抓 亲自部署 所以我相信武汉的情况 很快就会改光 而且在两个月内 结束武汉的战役 我认为我是有信心的 至今我有信心 其实很多网友 我在这个业界 很多人对我 最早提出来这个看法 还是有看法 我是说武汉有可能 大家都坐到位的话 现在的策略都能够实施的话 我们两个月内可以 初步地控制疫情 武汉以外的城市 我们可能会时间拖到 稍微再长一点 多长 由各地自己的 整个医疗体系来决定 所以最后我们也是 非常祝福武汉的同道 早点控制疫情 早点回归正常的生活 您也讲到 现在可能接下来 更多的这个目光 可能我们要做好 外围城市的这样一个保卫账 那么其实比如说 我们现在所在的上海 您也提到了 常住人口有2400万 可能经常 包括一些外来人口 加起来可能有3000多万的 这样一个人口 那么接下来 不管是延迟复工也好 还是怎样 那终归会迎来一个 产生可能的高峰 那么这样一个时期的到来 对上海来说意味着什么 我们需要从哪些方面 做好防护的措施 老百姓的 就是普通的民众 我前面跟你提到了 就是还是维持 比较警觉的态势 这是很重要的 也就是说 你还是有被感染的风险 这点要有的 第二个就是我跟你讲 就是不必要的聚会 少参加 这个是仍然维持不变 第三个呢 就是一般的近距离的交流 戴口罩 少握手 少握手 请洗手 多通风 我相信了 老百姓一般这个事情 就会过去 但是更大的任务 其实在哪里 其实大家没有看见 我不知道网友里面 是一无人缘为主 还是普通的民众 如果普通的民众 社会各界的都有 社会都有的话 如果我希望在这里的 政府部门的人应该听到 如果能够听到我的声音 我将会感到非常的荣幸 就是说这个时候 其实考验的是什么呢 整个的医疗体系 医疗体系在这个难得的 一个几个星期里面 我最好能够迅速的调整到位 调整到位以后就说 我们做好准备 在复工以后 在全国各地 过来的人当中 还是有不少的感染者 假设 假设有 但是我们要具备能力 把它给识别出来 因为他们再也不是 自来自于湖北了 你这个医疗体系 要准备迎接 这一轮的小高峰 如何做 就靠城市的管理能力 我是整个 这个管理体系当中的 一个医疗团队的 一个分子 我也希望我们的 整个的团队能够 接受过这个考验 这个是很关键的 最后代表网友 再问您一个问题 就是我知道每天 您很忙碌 要忙到一点半 才会回家 但是回到家以后 其实您还会在 公众号上写一些 小文章分享给 网站的网友 那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 因为最近的 事实上 那个自媒体了 事实上是太发达了 我觉得这个是 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跟大家得到一个 非常有效的沟通 但是自媒体一多以后呢 事实上很多专家的声音 完全都被淹没了 而且专家有时候 你知道他在表达 事情的时候 你知道我们都太专业 讲的东西 人家不是这么爱看 你知道吗 自媒体一看 哪怕是假的 哪怕讲的东西不对的 人家觉得很有道理 所以这个时候 民众如果要吸取 一些非常正确的 对自己有用的 系统性的 对这个疫情的 分析的文章 他就会缺乏 但缺乏你到哪里去找呢 到国家危险的网站 中国疾控中心的网站 上海政府的网站 那里的信息也有 但是会比较少 那么你怎么去深刻领会 这样一个事情 那么我们 复旦大学 化成医院 包括我自己 在这个领域 我们是非常资深的 而且从头到尾 我自己 亲自 参加过一线的 指挥 跟一线的 处置病人 我们有丰富的经验 历来经历了个SARS SARS的专家的组长 是我的老师 现在已经退休了 是他的组长 后面的H1900和信任 我们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所以现在几乎是每天 在我们的公众号 我自己不搞微博的 这种事情 我一般很少做 就是我们在公众号 每天一篇介绍疫情的进展 等于说 你在实时地看盘 你理解我意思吧 你不是炒股吗 你得看盘 对吧 我这样帮你看着 你上去看盘 然后看看我们现在 今天的热点是什么 比如说截后怎么过 我那边就有一篇 截后怎么过的文章 来分析截后的状况 所以你等于 现在是我们在打仗 举国之力 跟这个病毒在作战 你每天有战情分析吧 所以我那里 就是个战情工作室 我建议大家可以去关注 那么他的公众号 叫什么呢 叫华山感染 华山感染 就直接在微信里面 就是公众号 公众号你搜一下 公众号还搜 华山感染 一出来 这个就是我的 每天有一篇 我写了文章 现在连续的 已经十天了 在我没有昨天 做网红之前 我的每一篇文章的 阅读量都是超过 十万家的 到底多少 我没仔细看 后来有人告诉我 最高的一个是一千万 还有一般的都是 一百万 七八十万都是常态 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 关心疫情 看时时的 战情的变化 请看 华山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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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好不好 欢迎大家在那里碰头 好不好 好 非常感谢张教授 今天能够在百忙之中 来到我们这儿 我觉得我们还是要代表 广大的网友 像您这样的医护人员 表示崇高的敬意 好了 今天呢